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你说的 美国破产 谁敢让美国破产 美国就是欠点债 哪怕是不还 那只是地区性的军军问题 但是美国要是破产了 那可是全球安全问题 说到安全问题 您拿了诺贝尔和平奖 您觉得为什么这个奖会颁发给您呢 我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他只要不对其他国家开战 那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是吧 我们中国内地加香港台湾 已经借给美国八千多亿了 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上次您来中国还要借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以我个人的立场问您一下 借这么多 您打算啥时候还呢 关签 你看你说的 以前小布什借钱的时候 他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干嘛要考虑下一个倒霉蛋的感受 你说是吧 说到小布什先生 我想问您了 您作为美国的第一位非洲裔总统 大家说您是打破种族歧视的总统 可是在过去的八年里 大家一直都说小布什总统长得像新鲜 这是不是种族歧视呢 这就是种族歧视 这是对吸引性的一种非常严重的歧视 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这次中国执行 您借到钱了吗 哎呦 我你娘咧 中国人是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借钱尚未成功 通知人士奴隶啊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借着去忽悠小日本呗 好 谢谢您接受采访 祝您忽悠很多 只要为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